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 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语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我们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引以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实证新闻 2024年8月4日 内容摘要 一家性子镇 未雨绸缪扎实做好防训准备工作 二 七星合乡 举起联动 助推村美 加性子镇 未雨绸缪扎实做好防训准备工作 为保证讯期安全度讯 加性子镇 多错并举 早谋化 早部署 早行动 形成联防联控机制 积极开展防训备战 脑立和沿岸各村严格落实寻低查检制度 按要求展开地毯时排查 对发现的隐患问题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同时 密切关注天气预报等气象信息 提前做好预判 并通过镇村微信工作群及时发布雨情 预警等信息 确保异常天气 应对迅速高效 严格落实24小时 值班职守制度 严肃值班纪律 明确值班要求 拧警权责任链条 强化全天候保障 加性子镇文社 七星合乡 举起联动 助推村美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新立村村委会面临着房屋基础差 设施老化 急需修缮的问题 为此 县裁员监控中心 积极联系双压山市 立新矿业有限公司 主动伸出援手 共同参与到村委会的修缮工作中 在修缮工作过程中 帮扶单位 始终秉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积极与村委会沟通协作 确保修缮工作的顺利进行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村委会的设施得到了全面改善 村委会为了表达的感激之情 特地制作了景旗 以此衷心的感谢帮扶举起 对村委会修缮工作的鼎力相助 景旗不仅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更是对举起帮扶精神的赞誉和认可 它象征着帮扶单位 与村委会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紧密合作 也体现了大家共同为村民谋福利 提高村民幸福感的决心和行动 下一步七星和乡将继续配合相关部门 做好结队帮扶工作 通过多种领域开展更丰富的共建活动 进一步优化服务 凝聚合力 助力乡村振兴 焕发新光彩 七星和乡文社 统筹 武超 原创林书亭 罗小燕等物理与工程 摘要 近年来 可视化教学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 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科研软件来辅助教学 其中 MATLAB的交互式软件开发工具 AppDessinger 可通过构建交互式演示平台 将教学内容以动态 直观的方式展现给学生 本文以半导体物理晶体结构教学为例 利用MATLAB AppDessinger构建交互式演示平台 实现了七大精细 堆朵次序 典型半导体晶体结构的动态呈现 有效地促进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利用MATLAB AppDessinger构建演示平台 帮助教师更好地展示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理论 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物理原理 从而极大程度地提升教学效果 关键词MATLAB AppDessinger 可视化教学 晶体结构 Physical 可视化教学 教学1-3是一种通过图像 动画和视频等形式将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理论转化为直观 可感知的以视觉呈现为主的教学方法 为实现可视化教学 可以引入科研软件到教学实践中 其中 MATLAB's Matrix Laboratory是一款强大的数学计算软件 它为可视化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功能 包括数字计算 数据可视化 算法开发等 App Designer 5是MATLAB中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帮助用户创建交互式应用程序 使用App Designer的优点是可将编写完成的代码进行封装 并且可自主设计应用程序界面 教师在课堂演示时只需输入相关物理量 无需展示冗长的原代码 并且经过封装处理后的演示平台 可以直接供学生练习使用 下面以半导体物理晶体结构6比9教学为例 探讨App Designer在可视化教学中的应用 半导体物理学课程的第一课是晶体结构的分析 重点讲授典型的半导体晶体结构 由于晶体结构的抽象性以及传统纸质教材的局限性 导致在学习这部分知识之后 仍有部分学生对晶体结构的理解不够透彻 传统的纸质教材通常只给出一个晶包的结构 对其进行分析 对晶包是如何由布拉维格子构成的 也只有文字描述 利用MetLab App Designer构建的动态演示平台 进行可视化教学 可将抽象的三维模型直观地呈现在学生面前 且可通过旋转 平移等操作来观察晶体结构的不同面和方向 实时的可视化效果 有助于帮助学生打破空间想象力的壁垒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以设计理念 晶体结构及原子的排列方式 是研究固体的能带结构和宏观性质的基础 无机半导体材料和其他固态晶体一样 都是由大量的原子周期性重复排列而形成的 无机半导体大多属于立方晶细或六角晶细 且都是四面体结构 只有少数半导体具有其他类型的结构 然而 即使同是正四面体圆包 堆躲的顺序不同 也会形成不同的晶格结构 其中 以四面体结构为基础 所构成的晶体结构 就有晶刚石形结构 闪星矿形结构 鲜星矿形结构 四足元素核外 有四个架电子 大量原子组成晶体时 每个原子都与其近零的四个原子组成正四面体结构 形成晶刚石形结构 如果以A B和C分别表示三种具有不同对准关系的原子层 则晶刚石形结构是按照F-CAP次序堆夺起来的 三到五足元素和二到六足元素的垫覆性差别较大 形成晶体时主要依靠共架件结合 但有一定的离子件成分 主要构成闪星矿形结构和纤星矿形结构 双原子层同样可将对准关系 用A B C来标识 按F-CAP顺序堆夺而成的是闪星矿形结构 按ABAB顺序堆夺而成的是纤星矿形结构 虽然闪星矿形和纤星矿形结构与金刚石形结构类似 都是以正四面体结构为基础 但是它们具有不同的对称性和堆积结构 对应着物理性质也不同 此外 还有一些重要的四六足化合物不是以正四面体结构结晶的 而是氯化纳型结构结晶 根据上述知识的内容 将其整理成图一所示的知识框架 经分析得 半导体物理学的第一课晶体结构的教学过程中 需要运用到的仿真图像如下 一 七大精细 无机半导体材料大多数属于七大精细中的立方精细或六角精细 课程主要讲授立方精细和六角精细的知识 同时也会补充其他精细的知识 帮助学生形成完备的知识体系 二 堆斗次序 即使同是正四面体圆包 堆斗的顺序不同 也会形成不同的精格结构 金刚实型结构 是原子层按照APCAP次序堆斗而成 闪星矿形结构 是双原子层按APCAP顺序堆斗而成 纤星矿形结构 则是双原子层按ABB顺序堆斗而成 三 典型半导体晶体结构 对金刚实型结构 闪星矿形结构 纤星矿形结构和绿化纳形结构的分析 是课程的核心内容 因此 根据教学需求 动态演示平台主要实现对七大精细 堆斗次序和典型半导体晶体结构的仿真 该平台包括一个主界面和三个子界面 用户可以通过评仪 旋转等操作来观察晶体结构的三维图像 从而更好地理解晶体的排列和结构特征 此外 动态演示平台还支持导出静态图片的功能 用户可以将当前观察到的晶体结构保存为图片 方便后续的学习和参考 二平台界面 2.1主界面 主界面分为两个区域 一个区域是按钮选择区 另一个区域是文字描述区 按钮选择区由三个状态按钮组成 点击按钮及图2主界面可进入三个子界面 通过主界面直接控制三子界面 使得整体界面简洁有序 文字描述区则是图1的知识框架 便于学生课前自主学习 其中状态按钮的回调函数代码如下 以七大精细为例 CrystalSystem 直接输入子界面的名称即可 2.2子界面 一七大精细 点击图2中七大精细按钮 即可进入子界面七大精细 该界面运用到的组件 有选项卡组 文本区域 坐标区 按钮 给每个按钮添加回调函数 使用Sphere函数和Surf语句绘制原子球 使用Plot3语句绘制化学键连线 即可得到七大精细 14种布拉菲格子 由于需要进行的仿真量较大 将所有内容都放在一个界面中 会显得拥挤 因此采用选项卡组的形式 将每个精细的仿真内容 放在一个独立的选项卡中 以便更好的展示 每个选项卡的界面分为三个区 分别是文字描述区 按钮选择区和图像呈现区 文字描述区呈现各大精细的特征 包括边长和夹角 图像呈现区中 每个坐标区对应着一种布拉菲格子 便与学生同时对比观察 2.3紫界面2堆夺次序 点击图2中堆夺次序按钮 即可进入紫界面2堆夺次序 图4 该界面使用了标签 坐标区和按钮这三种组件 其中按钮的回调函数 运用Sphere函数和Surf语句 在动态仿真中 展示了ABAB和ABCAPC 这两种不同的堆夺次序 分别采用三种颜色的小球 表示A层 B层和C层的原子 为了方便进行对比观察 在图像呈现区域放置了两个坐标区 2.4紫界面 三典型半导体晶体结构 图5紫界面三典型半导体晶体结构 点击图2中 典型半导体晶体结构按钮 即可进入紫界面三 典型半导体晶体结构图5 该界面也采用了选项卡组 其中每一种晶体结构占一个选项卡 每个选项卡分为四个区域 分别是文字描述区 参数输入区 按钮选择区和图像呈现区 文字描述区的内容为参考文献10 11中对晶体结构知识的简述 在观察晶体结构的过程中 可查看相关内容 巩固理论知识 参数输入区中设置了五种参数 分别是A金格常数 C金格常数 NumXX方向显示的金包个数 NumYX方向显示的金包个数 和NumZX方向显示的金包个数 按钮选择区设置的按钮 对应着解决以下的教学难点 1.金包如何实时地 从多角度来观察金包结构 2.多个金包如何呈现金包在三维空间 周期性排列成的半导体晶体 3.套购如何动态演示不拉威格子 构成金包的过程 在参数输入区 用户根据需要输入晶体的相关参数 输入完成后 点击按钮选择区的按钮 最后 在图像呈现区 显示仿真结果 通过鼠标 可以在图像呈现区 对仿真结构 进行三维旋转 平移等操作 也可以导出各个角度的静态图片 3.教学启发 3.1线上教学资源 在大学教学中 随着线上线下混合时教学模式的兴起 线上教学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 动态演示平台可作为一种线上教学资源 为学生提供课前学习内容 该平台的优势在于 它可以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知识点 且操作简便 教师可在课前将其分享给学生 学生可自主操作 并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需求 进行自主探索和学习 为了确保动态演示平台的有效性 教师需要精心设计和准备教学内容 确保内容准确 清晰 并能够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 同时 教师还需要及时提供反馈和指导 帮助学生解决遇到的问题 3.2优化教学课件 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使用动态演示平台时 教师可根据自己的教学风格和需求 将平台上的动态演示内容导出静态图片 并将其嵌入到课件中 如此一来 可以更好的与教学内容的其他部分进行结合 形成一体化的教学材料 通过将动态演示内容转化为静态图片 教师可以更好的控制教学进度和重点 使教学更加有针对性和高效 3.3课堂实时展示 动态演示平台 应其操作简便 可直接用于课堂上实时展示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都可以轻松地利用动态演示平台 展示教学内容和学习成果 通过动态演示平台 教师可以更加生动地呈现知识点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同时 学生也可以利用这一平台 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与同学分享经验和见解 无论是在传统课堂 还是在线教学环境中 动态演示平台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教学提供了 更加丰富多样的展示方式 按例 金刚实行结构的教学片段 诗 简单金格中 所有原子是完全等价的 即从一个原子到另一个任意原子做平移 金格完全复原 富式金格中 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 不等价的原子或离子 即从一个原子或离子 到任意一个不等价的原子或离子做平移 金格不能复原 一个富式金格 总可以看成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拉为格子套构而成 由同重元素的原子 构成的金刚实行结构 是富式金格 而不是简单金格 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 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并利用动态演示平台上的仿真图像进行解释 老师会随机选择一个同学 请他上台直接操作动态演示平台 并进行具体说明 升 图6 A为此时动态演示平台展示的图像 我对比了其他角度 发现这个角度比较容易观察 从这个角度看金刚实行结构 可以看出 如果把位于四分之一体对角线的原子 往位于面心上的原子平移 金格将不复原 因此认为金刚实行结构中 存在两种不等价的同种原子 是富式金格 图6 必为此时动态演示平台展示的图像 从这个角度看 两种不等价的原子 分别构成面心立方不拉为格子 并且两个面心立方不拉为格子 沿体对角线相错开四分之一长度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金刚实行结构是富式金格 由烟体对角线相错开四分之一的 两个面心立方不拉为格子 套构而成 案例中 学生亲自操作动态演示平台 和全班同学分享交流 自己对金刚实行结构是富式金格 以及金刚实结构 是如何由不拉为格子 套构而成的的理解 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感 有助于学生更好的融入课堂 四结语 本论文以半导体物理学 晶体结构教学为例 探讨了使用MATLAB App Designer 构建的动态演示平台 在物理可视化教学的应用 与传统的纸质教材相比 动态演示平台能够提供 更直观的学习体验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MATLAB App Designer 作为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 可以帮助教师创造出 交互式应用程序 使教师能够更好地展示物理概念 因此 利用MATLAB App Designer 开展物理可视化教学 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和动手能力 并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热情 2. 周文权 谢银格 虚建卫等 匀速转动电偶极子电磁场特性的 可视化教学研究 J. 物理与工程 2022 321 60-63 71 Chuck Sig Zooj Ito Visually Setter Champ Torfton J.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2022 321 60-63 71 In Chinese 三流建制 成庭 GioGebra软件 在物理可视化教学中的应用 J. 物理教师 2021 426 70-73 Luge Champ Application of GeoGebra Software J. Physics Teacher 2021 426 70-73 In Chinese 四成定邦 张璐 黄佳玲 等 MetLab软件 在大学物理实验中 数据图像可视化与分析的应用 J. 大学物理实验 2023 36 3 102-105 Chant Chango Huangio Hito Application of MATLAB Software In Data's Amic Analysis University Physics Experiment J. Physical Experiment of College 2023 363 102-105 In Chinese 吴郭智星 张骏 Yan Miao Miao 等 红与尼现象的MetLab仿真研究 J. 物理通报 2022-1212 118-121127 Guaz Shank Yan Miao Tito MetLab Simulations J. Physics Bulletin 2022 12 118-121127 In Chinese 六堂亚南 陈卫光 王志文 等 实讯课程有效融入固体物理的教学研究 J. 物理通报 20233 11-15 21 Kanjin Chanwek Wenst Hito StudioNF Activation State Physics Teaching J. Physics Bulletin 2023 3 11-15 21 In Chinese 七里建军 基于MetLab的金刚石结构的动态图示 J. 教育教学论坛 201947 58-61 League Dynamic Diagramity System and Mastery J.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orum 201947 58-61 In Chinese 巴黎佳琪 Vesta软件在晶体结构教学中的应用J. 化学教育 中英文 2022 439 69-75 League Application of States J Chinese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 2022 439 69-75 In Chinese 九流精华 黑小明 姚淑珊 等 Vesta软件在典型晶体结构教学中的应用J. 化学通报 2020 83-10 955-959 League Hexam Yels Eto Application of States J Chemistry 2020 8310 955-959 In Chinese 石城志明 雷天明 马建平 半导体物理学简明教程M 北京 机械工业版社 2020 1-17 11 刘恩科 朱炳生 罗敬生 半导体物理学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7-1 -4 基金项目 云南省基础研究计划项目 202301 AU070141 通讯作者 满家秀 云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讲师 MNJIXIU at YNNU.EDU.CN 引文格式 林淑婷 罗晓燕 满家秀 巧用MATLAB AppDessinger 开展物理可视化教学 以晶体结构动态演示平台为例 J 物理与工程 2024 34 1 85-91 City's article Linst Luoxy Mange Physical Visual IcBitBand Banty Dessinger Talking the Dynamistic States J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2024 34 85-91 In Chinese And 更多精彩文章 请点击下面栏字 标题查看 Calfer Papers 物理与工程 物理与工程 征稿量子 十几年 乌云里的常数 4.14 H 2024年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教育学术研讨会征稿通知 2024年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科学术研讨会第二轮会议通知 2023版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内容细化修订解读 中国大学物理教育MOOC联盟2023年工作会议扩大即典型案例交流会会议纪要 2023年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23年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在喀什大学举办 全国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对口支援智利原疆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举办 王清教授理解王忠林院士拓展的麦克思维方程组 碰瓷麦克思维 加利略斜变和洛伦兹斜变电磁场论去谈 热点 运动介质洛伦兹斜变电磁理论 2021年物理与工程优秀论文 优秀审稿专家 优秀青年学者名单 王清教授 源自苏格拉底的问题驱动式教育 在互动中共同学习和成长 读后改教育中的现实和远方 王清教授 昨晚6月9日 清华电动力学期末考试 诸邦分院士 减负误区及我国科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物理与工程2023年第六期目录 乐永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美国物理实验教学及中美情况对比 顾姆 对于重新制定的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认识和体会 诸邦分院士从基础科学班到清华学堂物理班 诸邦分院士对培养一流拔尖创新人才的思考 理学前教授 物理是一种文化 理学前教授 如何帮助物理系学生迈过从高三到大一这个坎 穆良柱 物理课程思政教育的核心是科学认知能力培养 穆良柱 什么是物理及物理文化 穆良柱 什么是ETA物理认知模型 穆良柱 什么是ETA物理教学法 吴国珍教授 我的国外研究生经历 应向因清华大学物理系 即科班20年 学堂班10年纪念活动而写 陈嘉尔 赵凯华 王直东 面向21世纪 期待重建我国的功课物理教育 王亚于教授 清华物理系本科人才培养理念与实践 葛维坤教授 关于中外人才培养的极点思考 安宇教授 为什么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需要改变 安宇教授 其实教学就是积累的过程 刘玉昕教授 关于本科生物理基础课程教学和教材编著的一些思考 沈钱若 重创理科教育的每家课程改革 Handersonk 美国研究基金支持下的物理教育研究 及其对高等物理教育的影响 物理与工程期刊是专注于物理教育教学研究的学术期刊 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1981年创刊 欢迎踊跃投稿 期刊投身稿采编平台 欢迎关注物理与工程 微信公众号 本科技论